大家好,我是咕咕 今天我们来继续看 布朗姆神父第二集的第一集 鬼魂作祟 马大姐把布朗姆神父极透通的叫了过来 神秘兮兮的说叫神父给他去个魔 这个魔呢,说的是 马大姐那失踪了九年的妹妹 马妹的灵魂在老宅里作祟 先不说失踪和死亡是两码事 布朗姆神父哪里也不像是康斯坦丁呀 驱魔明显是超出业务范围了呀 但要说马妹的失踪呢 在民间就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卡沈的阴谋派 绝对是马妹遇了害了 最有可能的呢 就是被她的姐夫马医生给杀害藏了起来 另一种呢,是费姐的真爱派 说马妹是可真爱私奔离开了这里 不管是哪一种呢 眼前马大姐这个信徒的烦恼 布朗神父还是得帮着解决的 驱魔是不可能的了 那就常规一点 祷告让也不知道存不存在的灵魂安息吧 祷告的过程 马大姐的女儿小马尤其的不耐烦 很不礼貌的端着酒杯在那里附和 他这个态度呢 父母也不知道教育一下 主要还是觉得有点亏欠女儿 因为他们一家子呢 是从繁荣的大城市 刚回到的乡村祖务 这个若插让小马非常的不习惯 祷告算是结束了 但不仅没有好转 马大姐还遇到了更灵异的事件 家里妹妹的画像突然朝她飞了过去 听完此事呢 马医生二话不说 掉头就走了 也不管什么老婆女儿了 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马大姐呢吓得不轻 不然神父呢也是不放心 就让身强力壮的小卷 留下来保护马大姐他们 小马一听 开心极了 少女四春嘛 她缠小卷的身子 小卷是慌得不行 毕竟小马都未满18岁 自己可不能犯这种道德罪 小马呢色心不死 深夜还继续扫扰着小卷 两个人在腿拉直径呢 从屋内传来了奇怪的神像 这是从马大姐所在的屋内发出来的 两个人进去查看 发现里面没有人 这个门口是小卷整夜守着的 没有人进出过 屋内唯一的窗户是被反锁住的 从内呢也打不开 马大姐确确实实是在人眼皮底下消失了 第二天 听忘了马大姐凭空消失之后 博老神父仔细检查了屋内 没有发现马大姐留下的踪迹 但却发现了一本绝版的书籍 阐述了她抱着物尽其用的原则 决定替原主人马大姐看上一看 这次呢探长经济性非常高 一早就来调查马大姐的失踪了 主要呢也是她对马妹九年前的失踪耿耿于怀 她的想法和卡审一致 就是认为马医生有着重大的嫌疑 理由有三点 第一马医生有滥用镇定剂的黑历史 失踪的马家两姐妹呢 就有可能就是被她注射了镇定剂 才消失了悄无声息 第二点 唯一能解释马大姐消失的窗户 要是呢只有马医生拥有 不是她从窗外带走了马大姐的话 那这消失事件 难不成还真得用灵异事件来解释吗 第三点就是马妹的消失 既有可能和马医生有关系 众人都说马妹是和情人私奔的 但马妹失踪的那一天 方圆牌里没有失踪的男子 所以探长觉得 情人是真 但对象是马医生 姐夫和小姨子不能说了两三事 自然得遮遮掩掩的 不能被外人所知 而马妹的消失 极有可能就是姐夫马医生 想停止这段关系的极端手法 原本这些也只是猜测 但就在布朗神父乐于助人的 抱住了探长以防止他摔跤之时 恰好看到了马家老宅的修缮现场 有一具白骨露了出来 尸体找到了 那么失踪案件就可以上升为谋杀案件了 就在马医生要被探长定为凶手之时 小卷说出了一个埋藏心里九年的秘密 当年马妹的秘密情人 他是清楚的 因为他就是夹在这两个人中间的信差 当时他还小 就靠这个跑腿赚点零花钱 这个马妹的情人呢 确实不是马医生 是附近一个普普通通 就是长得有点帅气的电弓男 他和马妹地位上的悬殊 导致他肯定不会得到马妹封建爸爸的接受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一直藏得很深 由于费姐给马医生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 所以探长把怀疑转移到了电弓男的身上 但其实费姐掩护马医生是出于老朋友的情谊 实际上马大姐失踪的那天晚上 费姐是和电弓待在一起运动的 所以当他得知电弓被抓 他又跑去警局翻供 想要证明电弓的清白 探长细评了一下费姐的意思 他先说自己那晚和马医生运动 现在又说其身运动的对象是电弓 这是在耍探长玩 还是费姐在坦白自己尝试过动人运动呢 不管怎么说 费姐的话在探长这边已经没有可信度了 电弓男代替马医生被抓入狱 想破案多读书 布朗神夫就是从马大姐那本书的飞业上注意到了一点 上面有像棋盘一样的格子涂鸦和一组数字97 布朗神夫相信这个数字有一定的意义 只不过还没有想到他的具体指向 探长这边想要定电弓的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之前还以为找到了马妹的尸体了 但律师官给了否定的答案 因为尸体其实是男性 那这些探长是怎么稀里糊涂的觉得那是马妹的尸体的呢 这也不能怪探长 毕竟当时尸体上戴着串竹项链 而下意识地觉得那是一位戴着饰品的女性死者 布朗神夫得知死者是戴着串竹项链之后 很快就猜到了死者的真实身份 应该说是一类人的身份 这一类男性呢也常戴着串竹项链 那就是布朗神夫的老同行 过去宗教改革时期 传教士们为了防止被迫害 建立了很多密室用以藏身 死者应该就是没来得及躲避 惨被杀害的传教士了 马家既有可能也有这样的密室 进入密室的钥匙呢 就藏在布朗神夫珠摸不透的数字97里面 马大姐失踪的屋内 墙上有一处格子的装饰就像棋盘一格一格的 用数字97对应横竖去按动它 结果却纹丝不动 倒不是布朗神夫的思路错了 使他不知道 写下数字的人不是马大姐 是失踪九年的马妹 根据马妹的情人丁姑男的了解 马妹呢有一个特点 总容易把一写得像七 所以他实际写下的数字不是97而是91 所以要按下的其实不是很久数七 而是很久数一 到了马家 布朗神夫就迫不及待的想要验证自己的想法 这次果然就对了 枪面缓缓打开了一个入口 布朗神夫进去之后呢 用伞撑住门口以防自己出不来 这次终于靠谱的留了一手 下去之后 果然发现了同样是破解了妹妹密码的马大姐 她人没有大事 就是渴得不行 但下一秒 小马也跟了下来 还把底门的伞给移开了 密室再次合计 这种特殊时期建立的密室呢 只能靠外部的机关才能够打开 所以现在三个人极有可能 要像九年前进来的马妹那样 活活的渴死在里面了 最后还是不抛弃 不忘记的布朗神父 想起之前卡沈抱怨过 教堂里面有奇怪的声响 才想到了那是这两天 关在密室内的马大姐发出的声音 从而推测 那里的墙壁最为薄弱 就一直拿着棍子敲击 这才引起了探长的注意 三个人成功获救 本来探长和神父救的有来有往的 气氛越来越好 但这也是探长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不嫌弃布朗神父了 老探长要神签了 今后将由新探长接班 在弟子神父的道路上继续越走越远 本集完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咕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